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112年度年会计第40届全国学术研讨会 12月1日与2日在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宝山校区盛大举行 邀请产官学研等各界人士起聚一堂 分享技术发展与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 中国机械工程研讨会 那这个是在国内的机械工程 还有航太热流自动化这个领域里面每年的盛会 那张师大师第一次举办 那我们这一次的投稿的篇数有988篇 所以几乎全国各大学的机械工程教官领域都有来参加 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能举办这次的研讨会 能够让全国机械领域的专家学者一起齐聚一堂 大家互相交流 那希望经由这次的活动 让全国的机械产业能够在这个交流的机会中 能够蓬勃地发展 会议中针对机械产业 相关重要议题进行交流 包含有能源动力 新兴科技 工程教育与人才培育 期望透过此次全国性学术会议 促成政府学术界产业界级 研究机构的合作与技术升级 建构产业发展平台 公益频道张华允彰化采访报导